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里是诺奇水火箭 欢迎大家 现在我们来了解发射器相关的一些内容 那么这里我分成三个模块啊 大口径发射水火箭 还有这个远程发射基带打系统 那么我们一个一个来了解 大口径发射水火箭呢 我又分成为三个内容 之所以分成三个内容呢 是因为我自己现在掌握的这三种技术 如果大家在学习完这个课程之后呢 觉得你们还有其他的发射技术的话 你们也可以加进来 那么先来了解一下矿存水平 我先来说一下为什么我是 这三种啊 因为常规的 我们来说一下 常规的小口的那个呢 那就是碳酸吃水瓶 这就是常规的 那么矿存水平呢 又比这个碳酸吃水瓶的瓶口要大一些 我们其实这个排序的就是 由小到大的这样的一个排序 那么因为这个碳酸吃水瓶是常规的 我们平时当中一直在用的 就是很常用的一个东西 所以这里呢 我就不能归内成为大口径的一个发射技术 因为大家都在用这个瓶子啊 是吧 那么矿存水平呢 就很少人用 这个也更少 这个也更少了 是吧 那么现在为止呢 我已经为矿存水平呢 去开发了一个 专门的一个发射器 那么截止到拍视频为止呢 我已经把矿存水平的这种发射器 已经是标准化模块化的去实现了 但是还没有出来具体的零件 那么以后呢 我出来的之后呢 我会把内容发到哪里呢 大家看看我的鼠标啊 会发在这里 小学当中的一个 小学第一个等级里面的 因为是关乎所有键发射的一个内容啊 发射的话是属于发射设备 发射设备的话 这里就是发射器方面的 不是打气筒 发射器发射架方面的 那么这里有各个版本 因为有很多种发射器嘛 是个公开版的 大家都可以用的 那么公开版 所有的发射器的话 我会做一个分类嘛 那么这个矿存水平指的一个归类呢 是在这里 K 是在K 这个型号这里 K型号的发射器 归纳到K 也就是说以后如果要找资料的话 找矿存水这个资料的话 你就找K这个发射器的 这个相关的资料 详实介绍就是找到这里啊 找这里的一些内容 去看 那么现在呢就没有资料给大家看啊 现在没有资料 好 讲完了怎么查找这个矿存水平指的资料的话 那么讲一下卖动瓶子的资料 麦动瓶 看看这个瓶子 是用麦动的瓶子来做出来的 麦动的瓶子 大家看看这个瓶口 瓶口的话 比 矿存水平的瓶口 要再大一些 那么这种所有箭呢 它只是这个瓶口大一些 对于这个 会发出疑问 那么这个瓶体耐不耐压的一个问题 这个瓶体耐不耐压 那向大家来看一看 这支火箭的一个外形吧 它确实是已经把整一支火箭做出来了 有头部有尾翼 这里呢 右边这里呢 是一个能量的储存罐 能量的储存瓶 左边这里呢 是一个箭体的一个延长啊 发射架方面 发射架 最难的就是你怎么把这个发射架来实现 也就是说你做出这支所有箭很容易 但是你怎么让它发射 那才是难度 那么为了发射这支所有箭啊 我自己确实是已经把这个发射架做出来了 核心就在于这个东西啊 是用一些夹带 夹带呢 只是用来锁紧 只是用来锁紧这个瓶口这里 核心的话还是需要让大家 在这个瓶口这里做一个 内部密封中心引导的这种方案 你们看不到的就是 是有中心引导的一种发射方式 并没有用外部引导 外部包裹的方式 中心引导再加上内部用密封圈来密封 之后在这里打气 啊 啊 这里是一个线控 你们看到这个图的话 要慢慢的去解读每一个元素 首先看到的话 这是一个撒小线的一个线控 一拉下来的话就启动一个这个外套的一个向下 向下的话这个夹带就会 释放这个瓶口 啊 这就是一个锁定释放的一个装置 那么这个 发射器发射架怎么进行一个啊 这里是一个当向的一个指进器 不出气的这种功能 之后配合这些管材 实现一个内部有密封圈的把这个瓶口 这里封起来 啊 还有做一些中心的引导 让整支所这样起飞之后 它还能继续稳定的朝着预定的方向去飞行 好 这就是我对这个卖动瓶子的一个解读 这种瓶子我可以跟大家说 大概耐的气压 我记得是六七八公斤左右 大概是这个气压 再大的话 那因为你可以自己拿的一个卖动的瓶子 你们自己去拿 因为我手上面没有这种材料 拿的卖动的瓶子看那个卖动的那个瓶底 那个瓶底是比较糟糕的 因为一受气压的话 有可能这个瓶底会裂开的 所以充气的时候要慢慢的充 所以这种呢是不常规使用的方案 所以你们如果做了一支在充气的过程当中裂开的那个瓶底 那怎么办是吧 你们要想好 如果是单单的是做一种自己来研究的话 那就烂了就烂了再换一支就可以了是吧 所以就看你你们自己使用的这个环境是怎么样子了 所以这个爆瓶的试验我也没有给大家去做啊 留给大家你们继续做 我没办法在每一个 终端事节去给大家做测试 现在说一下这个铜装水瓶 铜装水铜装水铜装水的一个定义 我们平时喝的那个大桶的那种水啊 你看这个瓶口 这个瓶口我给大家测量了一下是44.7毫米 毫米 那么这个水桶呢比较厚的 到底这个水桶能承受多大的一个气压 核心的话是也是要把这个锁定跟施放的装置来做出来 其实水火箱你用哪一种容器来求全能量的话 是最核心的就是要看大家能不能把这种锁定施放的发射器 自己有没有能力去把这个发射器做出来 因为这些是没办法买得到的 这些是个性化的东西都是要自己做出来的 首先你要有逻辑思维去把图纸做出来 做出图纸之后你们要把图纸理论上的东西变成一种实物 把实物做出来做出实物之后呢 你还要测试看能不能实现这种功能 所以这是一个一系列的一个事情啊 是很考很考验大家的这种动手能力的 那么这个是一个同装水平再加上一个个性化定计的一个锁定施放器 这样的话就可以做出来了 基于这个同装水平能承受多大的气压 我是有能力把它做出来 但是我没有这种测试的环境 因为我想的这么大的一个水桶 如果要爆的话产生的那种声音 可能会引来很大的麻烦 很大很大的麻烦 除非要去某些地方去报备一下 把这种情况跟一些部门去事实上说明 要做这种测试啊 有可能会发出很大的爆破声啊 这样才可以 否则的话不建议大家去做啊 所以在我的课程当中呢 一直强调这种安全性 也一直要说明这个免责的声明啊 再跟大家说一下啊 啊这是我的个人的一些经验与分享啊 大家出现什么事情的话 你们自己负责啊 啊并不是说我去教你们这样做的 我只是站在水火 在这个课题研究上啊 有这些可以做啊 你们如果感兴趣的话 你们可以在安全的前提下 保证自己的安全 保证别人的安全 去做这方面的一种研究测试啊 是站在科研的角度去做啊 啊并不要给自己给别人造成危险 造成麻烦啊 啊这就是我的这种经验分享啊 啊继续的话就说一下这个远程发射技术 远程发射的话 啊我所接触到的已经是有人用这种电子遥控的方式来启动一支水火箭的发射 电子遥控这种方式的话是比较常规的 因为呃无线的电子遥控这种元件的话可以在市面上有这种现成的功能的一些呃零件可以买得到 大家呃按照自己的需求去做一些组装把这些零件把这种技术做一些整合啊就有可能去实现这种效果 那么我没有具体的视频还有没有具体的技术去教大家 我现在能做的就是告诉你们有有这种实现的方法 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那么你们自己去做 那么基于这种用气管用气控的方式来启动发射的话 那么我已经是做出来了并且刚才已经是呃实现过了 那实现的案例呢就是 刚才给大家看过的这里有十只所有箭 它启动发射的话就是通过一条气管来来控制的 所以这条气管它的一个长度 啊你气管要长也可以要短也可以 气管只是一种功能一种载体 啊你像那种那条气管 气管控制那个发射还是不发射的 所以这种呢这里呢也是给大家呃讲解了 有这种思路有这种方法可以实现 那么这里呢也没有去教大家去怎么动手去做 在技术在实现方面呢也没有呃这个方面的一些 详细的视频去教视频去教大家啊 呃最后一个是寄带打系统的一个技术的一个整合 这里呢我有拍视频 我有拍视频去演示整一个怎么样打气筒跟发射器 呃结合为一个整体随身携带的一种方式来啊发射一支水火箭 来看看这里这里竖起来的这个就是一个打气筒啊 这里呢就是一个发射器 那么你这个手呢拿着一个水火箭接在里面 打完气就发射啊 这个就是我这个技术的一个说明了啊 啊那么等一下会让大家看这个视频 这个视频大概呃是有两分钟的一个时间 那么大家看完这个视频的话就整一个关于发射器相关的 这个技术分析就呃全部的讲解完毕啊看完之后呢 我们会进入下一个课程模拟仿真啊会讲这些内容啊 那么现在我们就开始看这个视频 大家好我是洛奇水火箭的梁老师 这个视频的内容是介绍我手上面这个设备 它的功能就是发射水火箭 据它的一个最大的亮点是它既带有一个打气筒 发射按钮 从后背的重启接口气压表 这里是接水火箭的 现在我就做好一支水火箭 看这里尾翼头部都有了啊 现在使用过程式接到里面 接好之后就开始打气 你们不必担心这个瓶子会打爆啊 因为这个600毫升的碳酸汽水瓶在15公斤左右会爆 1.25升的碳酸汽水瓶在12公斤的气压会爆 这个爆瓶试验是已经做过了 如果有需要看一下过程的话 可以到我的群看群公告那里 会有视频链接提供给你们看 现在就打气打的差不多了 就准备发射 我按一下手里的那个黑色启动发射按钮 3.2.1 这个就是一个发射的过程 它是这种还是比较创新的吧 旗带的打气筒有这个打气功能 现阶段这个怎么制作卖多少钱 这个问题的话都不要来问我了 我这个视频主要是跟你们分享一下 它实现的这种功能 视频介绍到这里 谢谢